丹森廣是这样 春节九天的连续下来之后 你要交稿子 那个对任何记者都是 太苛刻了 所以镜周刊的记者 只好这样子做人比赛 我一点都不可怪 那你叫他大年初一要写什么呢 这要怎么采访呢 这个只好去 所以在农历春节前 NCC给的禁电式执照 我是非常不以为的 因为台湾不缺新闻台 你应该是让中天新闻复照 你给禁电式干什么 禁电式开的那些目标 我跟你讲 那会做到那才奇怪 讲得跟真的 我也很期待 我看禁电式你能定品在哪一台 前面都刻满了 你要挤哪里 你已经从八九世代开始 那个时代我实在是不相信 跟大家讲个笑话 就是这个柯文哲 延览了三立国际组的组长 去台北市任务当副发言人 什么美女主播是吧 我是不认识 柯文哲说 这个可以增长国际新闻的视野 这个是错的 因为国际组的组长是做国际新闻而已 他不见得了解国际 所以显然柯文哲他就是大外行 这跟国际视野有什么关系 你要是大爆 像联合爆那个郭重伦 那个真的是在海外待过那么多年 那个才有国际视野 新闻台去做国际组的 通常都是外语能力很好而已 对 就跟编译这样子 比较资深的编译 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实在是 那我跟你讲这种新闻 这是另外一个 那个大哥来 我大哥告诉你过年 某电子报说徐国勇隶属英系 这个就厉害了 徐国勇加入英系都没有跟我讲 这种新闻有发生的 这个新闻有没有看的 我有看到 对不起 我有看到 这个新闻还能赌吗 徐国勇加入英系 那我说游淑慧是民进党的 讲的不是比较快吗 乱扯一通 那这个郑文山就是陈菊 以前的办公室主任 他是帮陈菊说谎 是啊 帮陈菊说谎 有工人员他一路 你去看郑文山的学经历 他凭什么当经济部次长 现在又买去 但是后来我跟你讲 就是说这个选举是这样 我同意兵哥讲 你到最后选票上面 等这几个名字你都看不到 而且我也不认为 民进党会让陈始忠选 因为单身网 因为我跟你讲 这我的观察 我做这个评论员做了二十几年 选举有时候不见得要赢 不见得要赢 那选举能干嘛 譬如说我跟兵哥两个 那兵哥不选 那我去选 我去参选的话 我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募款 我可以募款 那兵哥就不能募款 因为兵哥没有要参选 他没有办法 那我要参选我就可以募款 那我募款的话 我就算这个选举输了 好 最后当选是游赎会 我输了 可是钱都在我口袋里 观众没有 那个政治现金的申报 是有好几本账的 有一本账 就跟宋楚瑜当年选省长一样 竞选经费跟他花的经费 是一模一样的 一块钱不多 一块钱不少 那账百分之百是假的 然后陈定然 陈定然的支出 比这个竞选经费的额度高 陈定然被罚 陈定然去缴 我就照实声报 宋楚瑜报的是一模一样的 就没事了 那我今天要参选 就像刚刚单身广 你点名这几个 不只是六都 包括一些那谁选 我算了 我不一定账了 我算了 我要募款了 所以你看自由时报 因为自由时报不点名 我也不会去点名 因为点名我就是笨蛋 我是看起来笨而已 之前有一个大的县市 那时候只有两都 只有台北跟高雄两都的时候 有一次选举是个大县市 我只能讲大县市的选举 选择很惨烈 有什么会选 骂来骂去 吵来乱去 结果有人落选了 输了 输了之后他就淡出政坛了 就我输了嘛 我这个参选 然后在这个整个党的支持 但是我输了 输了之后我就淡出政坛 但是包括自由时报 周景文总编辑亲自点名 他用影射的 他没有讲说是谢寒冰或是陈文 他说影射某某人什么的 我看了好几个点名 他一大笔钱我就不选 我就不跟你们玩 我够了嘛 我够了 我账面上我一样申报 我一样会有会计帮我做账 监察院要报准选经费多少 然后各地的广告什么的 支出的我都给了 剩下都是我的 然后我就跟你们说再见 选这一攒我下来就不愁了 对 但是我选这次我就够了 所以在六都包括国民党跟民进党 而且我也不是很 同意大家之前对蔡主席很多批评 说这个民进党你独裁 为什么六都都蔡总统决定 我问你国民党 有议员在现场太好了 国民党现在谁决定 还不是朱立伦当中央决定 那不是一样吗 你有什么不一样 你都被决定的 你都没出来败失礼 那时候邮宇隆讲什么 啊 台湾民主已死 这么快就死了 现在国民党还是这样 那为什么邮宇隆 你为什么不出来讲话 林作水为什么不出来讲话 你以为大过年 都不敢骂你们 现在国民党一模一样 刚刚单身王你讲 有两个我不是很同意 第一个你说周遇寇战无不胜 周遇寇赢了什么 中俄嘛 中俄嘛 目前啦 我说这进入选举了 没有 目前没有 赢一场叫做战无不胜吗 周遇寇赢了钱 那这真的战无不胜 赢了 对人家 第二个 但是你说这国民党 可能是蒋万安 可能你讲的是 那为什么是蒋万安选选 因为 因为没有人要选 没有人敢举手 就蒋万安大家都不拒绕 我讲实在后 我希望蒋万安输 我希望蒋万安输的时候 然后国民党以后就不要再 不要再用这种人出来选了 要用像游淑慧 徐晓星那种一窮二百的人 出外选 我为什么同情他你知道吗 他上次选市议员的时候 有一个他的新闻 游淑慧的新闻 小满你应该知道 国民党的初选 新人 就是说你们要做党内初选 做民调是要付钱的 每个参选的人是要缴钱的 游淑慧要选那一次 游淑慧要缴50万 你不要有缴50万 一个民调50万 让他有作业费什么保证金什么的 然后我看到报纸也说 游淑慧猶豫要不要缴这50万 因为可能不会赢 50万 我说这个这个 我那时候胆子比较小 你怎么那么穷 我那时候胆子也小 人家看我 我那时候看你说 因为我那时候 那是一年的薪水 我那时候不认识你 我想说这种郝龙斌的秘书店 50万都拿不出来 这选什么叉叉啊 黄伟哲说他的对手 党内初选花1亿啊 1亿啊 我们游淑慧 50万拿50万做名字 他会纯粥 我这边 淑慧我插听一下 后来有没有退费给你 后来我们还好 这一区没有初选 有退费 我好开心喔 跟我拿到那笔钱 那笔钱 后来你是怎么凑出来的 没有 后来就真的是要用戒的啦 一开始坦白说我用戒的 你有看到吗 你有听到吗 我跟你讲 这就是好市长你的问题啦 不是 你知道老板不是老爸 老爸是生心爱你的 老板不一定生心爱你的 对吧 你电影这么久啊 没有啊 50万你如果自己都没有 你要怎么跟人家算 就像灰文大哥说的 可是 通常选举是 你获得第一名 你又真的没有 又真的去算 就救一个也是有 50万要救 救一个也是有啦 我说国民党还是有这种 比较像 徐晓鑫 有所谓这种 基层出来的 没有 不是靠罢的啦 也没罢可以靠 然后也没有什么派系 然后君主什么 这种还是有 所以我讲这样 大过年得罪人单身 我没关系 我希望蒋万安输啊 你就输吧 那刚刚单身广队 蒋万安的期待 都是不切实际的 为什么 因为单身广 他以前邀请过蒋万安 来上过新闻生后很多次 我都坐在旁边 对啦 然后每次坐到他旁边 他讲的时候就很冷 整场都冷起来 你现在是你讲什么 以前你们讲话 我都会低头 你都是做球给他杀 然后我在旁边看 这个球怎么这么甜这样子 你咒译 他接到球之后就丢出来 他就跳起来 蒋万要杀球了 没有 他接住然后落地把球放在地上 他说 你要叫他说什么 什么果断 然后怎么勇敢出来讲的 你说这个都 所以你看他就没有找我们吃饭 找我们吃饭他就果断 他找的就是跟他一样不果断的人 你在骂朱凯翔 朱凯翔 朱凯翔我就不予置评 我是说你对蒋万这个期待 因为登场11月26就要投票了 你现在讲这个都来不及了 那这个都不会发生 那如果今天国民党真的是 蒋万出来选台北市长的话 那我会做毕商 我也不会去骂他 也没必要 也不说因为他请吃饭 刚刚单身狂讲请吃饭 那都是开玩笑的 大家要听得懂 要听得懂这个玩笑话 拿那么小气 我还插你这一顿 你也好了 插你这档大三圆 你也好了 不是吃饭的问题 就是国民党如果真的是 蒋万出来选 就让他去选 那我希望他输 输了之后 国民党不要再用这种人 国民党就像小满这种的 小满你应该没有什么背景 不要让我吐嘴 像游蜀的这种 50万都拿不出来的 不要谢我的敌 我现在拿得出来 小满所以你这次要选 也要给50万吗 所以我还在想说要打给谁 可能朋友都不敢接我电话 我跟你讲 今天看完这集 这集有可能会到100万 今天看完这集 好满志工 不要借 可能要借钱 借50万不要借 不要小心一点 这次可能100万 党装连卫生纸都没有 是啊 小满 我跟你讲 搞不好是反效果 一大堆人打电话 先发自然 我先跟你借 一大堆人打电话说 我跟你讲 你不要打给我借钱 我没钱 我没钱 你又不要新人标个会 有没有 标个会 50万可以 50万他可以 他OK 小满哥 可以 记得接电话 你说我是吧 可能立刻设局接电话 立刻封锁 废话 好来 我们这个往下看 决战首都 到底会不会是陈时中 其实我也不知道 会不会是蒋万安 其实我也不知道 那蒋万安 是不是最好的人选 其实我觉得不见得 但是就像霍文哥说的 那目前看起来 重心拱月 好像他不出来选 对不起蒋家列祖列宗的感觉 那我就说了 如果你要出来 你就出来 那我跟霍文哥比较 还是比较不一样 霍文哥觉得 蒋万安 你就选你的 那我还是会觉得 你真的要选 你就好好选 好 就真的是把你的个小拿出来 真的啦 我有时候真的是在想说 他们是不是有错觉 觉得台北市的这个 选民就喜欢这一种 喜欢这种温文儒雅 很像贾宝玉的这种感觉 碰一下会倒的这种感觉 我有时候在想 就是到底是 你的个性本身如此 还是你想塑造出一个 这样子的形象的蒋万安 好 我有时候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 所以我是觉得蛮奇怪的 来 我们先看陈时中 好 我们先看陈时中 那当然 我们先来看陈时中之前好了 他之前在这个 郑宏怡大哥的节目上面 他是怎样 这是什么 美开眼笑 告诉大家说 他可以上去 台北市长 我们来看一下 你说我有时候很豪迈 就是我喝酒 唱歌 等等 但是 基本上我另外一部分 算是很薄 我薄的部分 是说 我没有想说 今天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想说 以后的出路是什么 如果我来看 我 我 對不對 我现在没有那个资格 去讲分心 去思考 这个事情 对不对 你说我绝对 既然没有 我也没有说绝对既然 什么叫做 防疫告一个段落 然后有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呢 我也不知道 所以就很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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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就来问一下 探一个口风 我没有看到隧道前的曙光 我们才会离开 OK 了解 那与其说昨天那个访问 是表态要选举 不如说是表态不选举 那我的态度很清楚 我是政务官 那也是中央疫情的指挥中心 那一切以政务为重 我们现在是要心无旁骛的 处理相关的政务 这些相关的政务没有告一段落 我绝对不会有另外的一个 其他的思考 就你知道陈思中他讲的话 就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他讲说 他要先把防疫的工作做好 说在郑宏银的节目上面 他说要把防疫的工作做好 那他用一个比喻来形容 他现在的心境 就是说他现在出管路走在隧道里面 还没看到光 所以你就带我们 原来你在做防疫都是在隧道里面 摸黑进行 不过你防疫做到这样 然后我也要提醒一下那个部长 就不要触自己眉头 这个当然我有点坏 因为他说什么 我们看到隧道的光就是要离开的时候 你看我们摄影大哥都笑了 跟着光走 跟着光走 有没有 不要不要 他是这样离开隧道 不是离开视线 没有 他就想说 黑黑看到光要跟着光走 这个到菩萨身边 就是内道光 这个话不要乱讲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 我是文字控 隧道里面不会有曙光 曙光是阳光 通常是在山顶上 或者是海边 空旷的地方 隧道里面看不到曙光 其实他看曙光很简单 找一下黄山这样 他哥叫黄曙光 对对 来曙光 你一直看他 好来 曙卉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如果陈时中选上 我跟你講我立刻就 就卖掉台北市的房子 我跟你講我是你们 我住内国 我是你的选民 以后都捎我一票 我跟你讲 不要这样 刚刚我跟这个 惠文大哥看到那个 陈时中转口 我就说 昨天晚上一定接到电话 你是在说什么 我跟你讲 我就是要说这个 我今天就要讲这个 昨天晚上一定有人处理 你是在啊 打电话骂过了 大尾就对了 怎么会不说 我告诉大家 陈时中原本 百分之百是想要选的 没有一个政务官 部长 没事做 一天到晚 要接受专访 而且专访的题目 还不是谈防疫 专门在谈一些 五四三 然后政治前途 你以为他跟 郑鸿宜没有蕊过 郑鸿宜事先 没有跟他先排练一下 说我问你怎样 你就欲据还修 这样子 两个人这样子 眉来眉去 这都是讲过的 我告诉大家 大概从什么时候 这个陈时中的那个 那个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今年1月的时候 这波疫情再出来的时候 过去陈时中 没有疫情都要讲得很有疫情 这样才能凸显他的重要 每天下午2点 才能去跟大家见面嘛 大家才要等着听我讲话 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这一波疫情开始 陈时中一直在淡化疫情 第一个当然是因为 这是从桃园开始的 他不能说这很严重的 三级的话就是全台湾在陪 桃园三级 第二个是 陈时中准备要脚底摸油了 准备要把指挥中心给解散了 然后他说我完成了阶段性的任路 然后去选举了 看到曙光了 隧道里面看到曙光了 坦白说你看 每一个步骤都是 接二连三的进行 过年前一直说 这波疫情没什么啦 这个Omicron都是轻症 无症状啦 然后过年后 然后打死不三级 也不尽内用 告诉你没事 大家不要太紧张 我们戒胜就好了 不用恐惧 过年以后 明明疫情还在持续 今天还20几例本土 结果呢 提前释出说2月28之后 可能要松绑检疫期间 他就是不断的在淡化 这个疫情的这个严重性跟冲击性 先跟大家讲 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哦 大家记不记得1月份他怎么说 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哦 我们要与病毒共存 但是去年怎么说 我们要清零 对不对 可是很妙的是 现在指挥中心都两种 已经是两套人马 两种话术了 李秉颖啊 李秉颖这个家伙 可能很想做这个指挥官这个位置 李秉颖到处去接受这个专访 学陈时中 包括那个阿嬷 也去接受他的专访 说我告诉你 这个Omicron很难防疫 你看又没有症状又是轻症 所以很难防疫 我那天有听这个专访 我就觉得很奇怪 又没有症状又是轻症 那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会很难防疫 然后大家去看 从一月开始 陈时中跟李秉颖两个人 都就各唱各的调 一个一直说不严重了 不严重了 一个说没有防疫的挑战 还要开始暴风雨前 为什么很简单嘛 一个想要指挥中心降级解散 他可以脚底摸油去选举 一个想要坐上指挥官的位置 巴不得指挥中心永远存在 巴不得疫情很严重 对 所以现在台湾民众母沙沙 现在到底是严重还是不严重 李秉颖也是指挥中心的 陈时中也是指挥中心的 一个告诉我们说 台湾已经要提前松绑检疫了 什么台湾模式 然后一个说没有很严重 这波Omicron的风暴在后面 说来说去 都是他们自己的政治考量 但是我说真的 陈时中现在就算要参选 他要选哪一个县市 我觉得都已经很难让他选了 之前他被点名 因为民调很高嘛 所以好像就是台北市 但是不断的被扁低 所以他民调一直降 不断的被难扁 后来就说没有桃园他很适合 再下来连新竹都有人点到他 大家有没有想到 我觉得在选下 陈时中在当下去那个民调 可能会被说苗栗蛮适合他的 就一路被扁下去 但是台北为什么现在 我认为没有他的份 我觉得刚刚讲的那个五虎将 五个很会唬人的那五虎将 里面大家都说林嘉隆没有被点到 一个是装龙作哑 一个是很会唬人嘛 龙跟虎谁比较厉害 当然还是比较装龙作哑 林嘉隆比较厉害 林嘉隆在12月1月的时候 听一些民进党人士在说 已经在拜会台北市的 我刚才跟他们分享说过年的时候 某一台提早开工 已经在帮林嘉隆起风向 简直是把他捧到变神主派 对不对 就史上无敌第一好 对 我不知道 而且其实他们民进党 自己也有评估啦 就是林嘉隆跟陈时中 林嘉隆会比较快可以整合派系 因为陈时中毕竟没有选过局 陈时中也没派系啊 对 所以他无法整合啊 然后再像他没有选过局 谁知道陈时中有什么东西 会被挖出来 你只要没有选过局的人 你后面有什么被挖出来 你都不晓得的 你都不晓得 他当年在当这个 这个那个时候叫卫生署 副署长的时候的健保 有案子哦 对 会不会就被挖出来 牙医工会什么理事的时候 也有案子哦 然后他的好朋友 一起喝酒的那一个 健保诈领他都不知道吗 当你只要选举的时候 很多东西就会被拿出来 所以昨天那一通电话 如果有人打电话给陈时中的话 就是去告诉他说 你是说你很清白是不是 上面还没有点名 你自己跑去跟郑鸿怡 在那边跳探狗 跳什么探狗 哎呀你问问我 我笑一笑说哎呀没有啦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台北市 在陈时中真的没有忘了啦 我觉得最有可能是 可能真的是把陈时中 派到新北去当炮灰 选的漂亮 选的可以算是漂亮 可是反正赢不赢 我比较期待看徐国勇跟洪友宜 徐国勇跟洪友宜 我觉得这个也不无可能 因为徐国勇看起来 院长是当不上去了啦 他部长都长不起来 他自己想当院长 他没有办法当院长 总不能一直卡在部长那 干脆去新北冲一冲啊 新北不会让他去 他不只跟他的警政署长不好 他最不好的其实跟他的院长不好 但他不是因为跟警政署长不好 而是因为他跟院长不好 所以跟那个警政署长不好 是院长的人嘛 对所以他基本上 如果他到新北的话 你也要问看看我们的匆匆匆 还有我们的公主 让不让他去 所以我觉得徐国勇大概 新北也不太可能啦 徐国勇会不会下来选呢 我是蛮期待 但我真的跟大家一样 更期待的是王美华 我很期待看到一个贵妇人 都梳一个包头 有没有 然后穿着像旗袍一样 然后在那边喊 冻蒜拿一个小手帕 冻蒜 冻蒜 你说对不对啊 你说好不好啊 一个手好不好 对然后走路还会走一走 那个高跟鞋还会跌倒 所以我觉得王美华 不可能下去嫌啦 那个五个人 纯粹就是在卡某一些人 不管是派系之间说 你要不要来谈条件 否则我选不上 我没有利益 我也不让你选 要不然想想想看 王美华怎么可能离开台北啊 这种贵妇人 他怎么离开台北啊 顾力最会让他离开台北吗 不敢 衰宝不可以 衰宝不可以 太累 去中华 台记也不知道 可以说还是不可以说 对吧 美华应该是会讲吧 应该会讲吧 美华会吗 我好在 我跟他不熟 你问我 我从头 我只看到他头发 都是一丝不苟 对他其他印象很浅 对 所以我同意辉文哥说 那五个人应该是被 被拿出来 试图要作为未来谈条件 或者是先卡为营 然后再来搓 要不然的话这个里面 都英系拿走啦 都英系拿走啦 因为现在就小英提名 小英征召啊 对不对 小英提名不会全部给英系啦 不会 他还是要瞧 他还是各派系都会分那个 我听游淑卫讲民进党 讲那么开心 那国民党谁要选 国民党你说台北吗 国民党也有 国民党不只有台北有的 国民党每个省自己都有的 国民党的话台北刚刚说什么 是因为没有其他人只有蒋万安 其实也没有 罗志强已经表态很久了 但是他现在也说得很尴尬 我觉得党中央好像假装 没有他表态这件事 说既然没有人要选 党中央不是假装没有他表态 党中央是说有啊他表态 他说他要选高雄 没有 你不是说有他表态啊 高雄啊 哪有他也没讲 他不要走去高雄 对啊 那表态选高雄啊 好 阿强选高雄吧 这个硬塞在人家嘴巴里 我成全你 你们党中央就是 我刚好都不是我讲 都不是你讲的 对 你们党中央就把话塞在 罗志强嘴巴里面 我今年就算拿得出保证金 可能会被开除 不会提名 其实过年中间有几次 有几个新闻露出去说 什么罗志强要选高雄 选秘会 其实后来我们都知道是谁放的 谁 是谁放 两个字 两个字 我不知道几个字 我只知道八德路二短 年轻的 我不知道年纪 老的 我不知道年纪 两个字 我只知道那个新闻发展中心 小瓜呆头 我跟他不太熟 我不太了解他的发型 可是我说真的啦 今天罗志强去高雄 有一个人会不答应吧 谁 老王啊 老王啊 就马王政争的时候 对啊 老王最生气的人 最讨厌的人 可能不是马英九 是罗志强吧 为什么 当年啊 因为当时马王政争 就罗志强在处理的 那时候那个 罗志强摔 对 罗志强摔当筷子手啊 对 对 那么久的事情呢 他当年还因为这样 跟周玉寇两个人在那边 怎么久的事情 有一些仇是一辈子的好不好 所以这个我听到的是 我听到的是 就是 其实曾经跟王金平征询过说 如果 如果 如果是罗志强 那王院长当然是 嗯 No 所以我觉得 罗志强要去高雄这件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好多人在放风 我跟徐晓星两个人 就像侦探哥男去抽丝剥茧 这一个人的背后可能是谁 这一个人的背后可能是绿的 哎 藍绿都有 很妙哦 连绿的都要把罗志强勾到高雄去 最好是死在高雄啊 对 我上来很我很笨啦 可是我有一个这个比较直觉的想法就是 敌人说的话我们就要往相反的去做 我再笨也不要照着敌人的话去做 所以当我们去抽丝剥茧发现说 这背后的三风点火 自己人也有 对手也有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大事不妙 不单纯 这个不单纯 这个探长眉头一皱不单纯 去高雄当然是说 有人在那边吃米粉在化羞说 这是你的人色啊 你的人色就是勇士啊 就要去艰困巡居啊拼起来啊 对哦我就说 他的人色是勇士 他的人色不是炮灰 那今天你到高雄去 第一个不是说不可以 可是我们过去常常被人家说 你每次都随便丢一个人空架 党中央也每次说 我要培养在地人才 那你今天不要用一个说 我丢一个人下去 我的提名工作结束了 高雄有人了 那你在地人才 你还是没有培养啊 第二个 国民党在高雄 就是基本盘不够嘛 这个我们不用打肿脸充胖子嘛 所以邱宇轩讲的我是认同的 是不是跟这个高金树莓 可以有一个合作 一加一有机会大于陈其曼 有机会大于绿盘 因为高金树莓的形象是中间 温柔坚定 不是林静怡哦 是高金树莓 所以这个是我昨天看了 邱宇轩的脸书之后 坦白说我是认同的 那讲完高雄 我觉得是可以开阔性一点 就是寻求跟第三势力的合作 那台南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台南我就真的不知道 很义信啊 对可是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龙盖先打会比较漂亮 本人偏爱龙盖先 那个打起来整场选举会很热闹 对抢抢棍 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啦 你们的中央党部 到处去跟人家讲说 你们各县市都有去咨询过什么东西啊 就今天我刚好遇到龙盖先 然后我就问他说他们有没有咨询你 没有啊 龙盖先说什么你知道 就是党部真的有派人来啊 特地到台南找他 带一边来 然后龙盖先就请他们吃个碗粿 吃完他们就走 那是龙盖先不对 因为龙盖先请我就是吃牛肉汤 然后你请人家吃碗粿 人家当然吃了就走了 所以他 那我问你什么吗 什么都没有啊 他应该是 应该中央党部派去的人就是说 如果他请你吃牛肉汤 代表他很想选 那是假国的 假国网通 对对对 但是如果他抢你假 假网粿代表他 躺中来的我又不要选走开 这网粿打发 所以看倩龙界请你吃什么 就代表他想选或不想选 请你吃好料就是想要算 请你买不吃就是没买算 待会倩龙界会联系 他现在在看正常朋友 不要乱讲话 不要乱讲话 他现在应该在看 应该在看 没有 龙盖先只请我吃卤蛋而已 大家不要误会 那我比较好 他请我吃饭 还请我喝酒 真的喔 那你就是自己人又兄弟 我们跟自己人好兄弟 对 自己人好兄弟 他是要叫你去选 当然 当然喔 来 小麦 我觉得民进党从台北市的 市长候选人 从一开始什么郑立军 然后换到什么陈时中 又不知道换了谁林佳龙什么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泡烟雾弹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蒋万安他这是不敢 一直说他要选的原因 找出头找被打 你看出来什么蒋元战 从过年期间就开始出来讲 我也不知道蒋元战是从山海金 还是从什么风神榜跑出来的 就说他不是蒋家人 他们从头到尾他没有认他蒋家人 是他爸爸认为他是蒋家人 才要认主归宗的不是吗 对啊 所以我认为 你现在去打蒋万安他的什么协同 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厚到 因为一开始本来就不是蒋万安说他要信蒋 这第一个 第二个民进党他在这边打 民进党他在这边做一些什么烟雾弹的时候 我觉得他其实也就是过来拖时间 说不定高层早就收益好 是谁要出来选的 因为这一次民进党的初选规划 他的选举规划就是 直辖市长跟不是民进党执政的 全部都是主席指定 对 所以其实他们早就准备好了 那从2018年的失败内阁 现在到今天又开始 他们就是用一个最新立作 叫做满城进士干化党之五虎将 所以大家看一看有什么成绩中 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一旦南球 他说如果你没有蛋可以找农委会 或者之前莱猪的时候就讲说 反正大家吃完一些吃饭以后 要吃一些健康食品 那陈时中的干化也不用讲 反正还有曾文森 就算你公投过了一张空白支票 你这一些他们不是在出来选举的 他们是在华山之巅在论剑 他们在选谁是台湾干化王 所以我认为他们这五个出来 只是我觉得赤烟雾胆 他们最后可能一个都不会选 他们会有自己的 民进党会有自己的想法 去安排到各县市去 那就像刚刚淑惠议员讲的强哥 因为今天早上我们有一起去排他神奇 因为他开始400公里大众走 那其实 讲完有趣喔 他对他在后面路口有走 讲完说谢你不跟我抢 慢走不送 去高雄吧 慢走不送 讲完很开心 所以讲完早上有趣 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 因为我记得淑惠议员有跟他聊 有跟那个强哥聊到 其实我们祝福他不只走400公里 再往回走走480公里 在桃园落脚 其实那不错 因为那也是个比较好的规划 因为我认为他就像之前巧心讲过 你去选某个县市你可能会赢 可是你还有遗余力可以去其他县市 去帮助大家的选情 你可以把那边的主将给拖住以后 你可以去其他的地方 去帮助其他国民党的选情 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他去选高雄 我觉得会比较困难 对 那其实民进党会做事的定义 可能跟我们一般想法不一样 但他的会做事定义是大撒币 大家想着苏贞昌拿着撞球杆的时候 他的想法是什么 大家的想法一定是他在撒钱 不管是什么五倍券还是三倍券 然后或者是说他在讲公投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撒钱 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干话王出现 其实媒体控制好 连笼包都可以变成神 所以他们主要就是把媒体控制好 我觉得他们对于谁来做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欢歌补充 这个刚游淑会议员提到的 这个王院长 王院长这个 王院长 马总统都去跟他破冰 摊摊摊 那个是 那个是城中城大火的第二天 我知道了 马英九竟然还去吃饭 所以马英九基本上是个叉叉 死这么多人 你们就一定 在高雄入竹王金平的老家 恰难来板斗 我记得这个事 这是什么政治判断 然后后来吃完饭两个人去送花 去那个火灾的现场 致哀这样子 五百 两个二百五 就五百 游淑会讲的是事实 说你今天 不管谁要去高雄选 要问王金平的 那王金平就是流氓了 这是他地盘 此山是我灾 此树是我开 你现在贵爱问我 他去选就好了 你不是本来要选总统 你不是高雄化罪 给你去选就好了 不要用了 高雄市农会理事长 萧翰俊不是你大弟子吗 叫他去算 不过叫萧翰俊去算 所以新春谈拜 马英九说要改革跟团结 团结我先不讲 改革要改什么 那摄影大哥再拜 那改革嘛 改革啊 改革去关缩司法不会被抓 关缩司法没事 还跟柯建民称兄道弟 这叫改革 马英九你有什么资格 跟我讲改革 你有什么资格 就关缩司法也没事 柯建民没事 王金平没事 然后是黄世民去跑法院 马英九在跑法院 因为罗志强跟游淑会很好 但是我也没有在管这种事情 你刚刚讲说 寇寇姐在打蒋万安 如果罗志强选高雄 寇寇姐会打谁 罗志强 他就来行 一定的啊 生仇大恨 结很深 那摸得很大 那摸得很大 那我们都不要说 跟蒋万安吃饭 那时候是开玩笑 寇寇姐真的修理 蒋万安挡得住吗 你一定知道他挡不住 那因为单身完 因为我这个发音不清楚 所以要麻烦你帮我念一下 这个我就 我说蒋万安他是 这是最好的人选嘛 国民党没有更好的人选嘛 知智贵人 你过个年 左右都不分了 人贵自知 这个我就发布出来 这发音我就发布出来 因为观众朋友是这样 因为2022的台北市长的当选人 他可能是2028或是2032的总统 除了郝龙斌之外 我也不要在游淑会面前 骂郝龙斌了 那时候搞什么四人帮 搞得乱七八糟 跟中国时报吵得鸡飞狗跳 我也不晓得 操什么可能游淑会比较进去 好像是中国时报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郝龙斌没有选嘛 对 没有选总统嘛 郝龙斌八年留给台湾政坛什么 其实我认为是两个人 一个是游淑会 一个是陈雄文 因为陈雄文以前是他的局长 我认为郝龙斌 你做八年喔 你不是做四年 你做八年 全国最大的台北市给你八年 就你留给国民党的一个人 其他人都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那蒋旺安会不会是下一个 这个郝龙斌 我是比较那样的 我觉得是因为 但管是其实还有时间嘛 如总刚刚小满讲的 蒋旺安也还没宣布说我要选 那蒋旺安你真的要选嘛 比如说你已经准备好了 那你可不可以说服我们说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支持你 不用请吃饭 台北市有两百多万人 你请吃饭你请不完的 为什么我们要去支持你 原因是什么 就像今天行政院开放这个 这个说宣布开放这个核实 国民党 竹立伦说我们要强力把关 你要怎么强力把关呢 你是在义党你什么都没有 你要两手空 你要强力把关 那都是空啊 曾明宗说我们立院党团 我们要抵制苏贞昌的私人报告 你笑死人了 苏贞昌你骂郑立伟 你们都不讲话 你说你要去 那都空 因为观众朋友是这样子 我把时间给你看 他去年的12月18 四大公投投票完 民进党大胜 第二天12月19 自由时报就在讲核实 你看他有多么的 多么的迫不及待 自由时报你跟日本 是什么关系我不懂 我们赶快来开放核实 四大公投票刚投完 第二天马上就在讲核实 然后他真的开放 所以但是你看这时间点 所以这是将近两个月之前的事情 今天已经2月8号了 他不是偷袭你 他就跟他我公投完之后 我赢了我就是趁身追击的 他一直在丢 一直在丢 对 这就有一个情况 我考试的我泄题给你 我open book的 我跟你讲说 我就是要开放核实的 那你国民党的 我今天讲说我比较不负责任 朱立伦跟所有的国民党 35个立委 通通站在立法院门口绝食 你看蔡英伟理不理你 你们36个人给我站在那边绝食 我不会去啦 因为我不是国民党的 你们有这个 没有啊 你们就说我们要强立法官 我们要你们废话嘛 那这样的国民党 我们支持他干什么 为什么 没有意义嘛 你也要抗争吗 没有要抗争啊 之前讲什么 之前国民党发新闻搞说 如果符合国际标准 我们愿意 废话谁发新闻搞 有人下台吗 两个字的 两个字弄的 那个 很奇怪的投那个 那叫他下台啊 有人出电话 没有啊 就没事啊 没事过就算啊 不是这样子 那我们 我说我们站在选民的立场 我们都不是国民党 那我们为什么要投国民党 我想不出来说 我们要支持国民党的理由 你很难跟朋友吃饭聊天说 我一期国民党啊 你笑你也好了 你党怎么 你这样支持国民党 很丢脸的事情啊 更笑待啊 那为什么国民党给大家 给大家这样的感觉 就看你今天党主席 跟国民党立院党团 那个软弱的样子 就是说我们就是要什么 设个检专线 检专线检专线 设个检专线 郑明中委员 因为他拜头 你是唯一一个 连任的国民党部分 去立委 你说设检专线 他已经告诉你 泄题泄了一个多月 丹振广 我跟你讲啊 这个下去的结果就是 我们11月26号的 9月1日的选举的时候 因为不会有寒流了 今年是不会有寒流的 你看这些人去选 选出来的结果你就知道了